太阳高高挂站在外头 闷热的天气让人受不了 也让台风悄悄成型 热带性低气压TD11周末前后 也有机会发展成台取名单锐 但是要注意的是 苏拉对台湾的影响比较大 不过因为短期之内 导引气流不明显 移动速度缓慢滞留 准苏拉如果成台 发布海景的几率也提高 预计在明天的白天 或是在清晨之前 有机会就有机会形成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苏拉 那未来它大致上移动的方向 还是往南移动 那在飞并东方海面 它会持续的慢慢的增强 而整体的降雨 到了周二周三之后 就要留意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或是未来这个苏拉台风 它的动向 太平洋高压强度是关键 如果高压增强速度快 会偏南通过巴士海峡 如果高压增强速度慢 则是会北上靠近台湾东方海域 另外五美模式显示 苏拉25号会往北再往南滞留打转 28号之后会逐渐往北走 欧洲模拟则是会扫过台湾 并进入台湾海峡 目前看起来最快可能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左右 有机会会增强为台风 可能比较明朗的一个趋势 要在这个27号28号左右 台风蠢蠢欲动 有出有计划 还是得有因应备案 欢迎新闻 我这很久子林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